面对国际格局变革动荡 多重危机肆虐侵袭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坚定地站在一起 干在一起 维护国际道义 拓展共同力 我们书写了金砖合作的新篇章 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中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议 和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金砖中国年亮点分成 全年共举办了160多场各领域的高级别活动 就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发出金砖强音 为实现全球复苏发展 入入金砖动力 我们还稳步推进金砖扩原进程 首次举办金砖家外长会晤 邀请了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参与金砖家的各领域的活动 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相继提出希望加入金砖大家庭 金砖合作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男男合作平台 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大踏步的赶上来 从全球治理的跟炮者成长为并炮者 我们打造了发出中国家平等相待 真诚互助的新典范 中非合作 全方位提升 践行正确毅力观 加快推进中非九项工程 支持非洲自主发展 积极提供疫苗和粮食援助 疏解非方的燃眉之急 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探索破解地区深层挑战 率先公开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鼓励非洲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迈出历史性步伐 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阿中海峰会 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 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 就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密集共同体 达成一致 宣布同阿方推进八大共同行动 中国同海河会之间 建立并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两支力量和两大文明携手并肩 在助力各自民族复兴 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的大道上 坚定前行 中国同拉丁美洲深化战略性共识 我们同阿根廷庆祝建交五十周年 同古巴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同地区国家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和发展战略对接 务实合作在不断的向前拓展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首次对建交的岛国开展了全覆盖的访问 我们还应岛国发展的需要和民众的愿望 量身打造了应对气候变化 减贫 农业 防灾 军草技术 应急物资等六个合作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